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准备给大家录制一套PortoStrap的学习视频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PortoStrap 我想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的清楚 PortoStrap它其实是一套CSS的UI框架 所谓的这个UI框架呢 就是说在这个框架里面 它会帮咱们定义出来一套标准的样式 比如说字体,大小,框高,鱼白,等等等等 那么咱们利用这个标准定义好的样式呢 能够快速的开发出很漂亮的网站 现在很多公司啊 他们自己开发的时候没有用到这种标准框架 都是自己在定义一些个自己的样式 按钮的大小啊,按钮的背景色啊,前景色啊 使用的字体啊,非常花时间 那么如果咱们用一套标准的框架呢 咱们在根据公司的项目来说 来根据公司项目的具体情况呢 能够快速的开发出这个客户想要的这个产品 当然呢,现在这个市面上呢 除了这个这个PortoStrap 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 CSS框架 咱们在这呢,也就简单的罗列几个吧 比如说这个GQui 它也是一套基于GQui里开发的CSS的UI框架 也是提供像按钮啊 文本框啊 日期选择框等等的空间 也是比较好用 有机会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GQui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市面上还有一个可能在国内用的不是很多的框架 叫做Bootmetro 这个框架呢 也是一样 按钮啊 大字体啊 颜色啊等等等等 但是它的有什么好的特点呢 它属于Windows8风格 而这个风格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酷啊 这么说 有时间的话 咱们也可以做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FlatUI 这个也是我平时比较感兴趣的UI 这个UI呢 就是说网页看起来非常的平整 属于Flat的设计 自打这个 iPhone7 iOS7出了之后 好像这个Flat的设计的就普及开来 嗯 如果咱们在自己的网页中 或者在咱们的这个项目中 能够用到这种平整框架呢 也能给客户一种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有机会的话呢 我也想介绍一下 好 咱们现在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角 Bootroft的官方网站 就是这里了 叫做 getbootstrap.com 这个网站 大家看这个这个网站本身也是用这个Bootroft光价做起来的 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漂亮 好 咱们 把这个网站切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想呢 在这次视频里面使用的这个版本 咱们大家再回到那个网站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 它叫Oye Aye bootstrap4 is coming 就说4马上就要出版了 但是呢 咱们就算它出了之后呢 咱们在实际的工作中 能不能够用最新版本呢 我觉得这画一个问号 因为一般的项目中呢 用最 用最新的新技术呢 嗯 是不推荐的 一般都用比较安定的技术 可能虽然老一点 但是非常的安定 可能是咱们 一般的公司项目所要做的 但是对于咱们学习来讲呢 可能用最新的版本就要好一点 这个呢等4真正版本出了之后呢 我再做一套4的视频 今天呢 咱们先用一下 当前安定版 是下面的地方 叫做3.3.6 好 这次咱们用的视频的版本是 3.3.6 然后 关于学习这个 Botstrap所用到的基础知识呢 我想 嗯 不是很难 门槛相对比较低 像一般会写网页的朋友呢 肯定会用到html4 或者5 嗯 现在用5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用4的 有4的基础的话呢 学习Botstrap肯定也是足够 接下来 要会 CSS的基本语法 什么叫基本语法 就是说 我知道如何让一个颜色 让一个字体的颜色 变红 或者让一个字体的字号变成 24点 等等等等 这种基本的文法就够 如果呢 你要是再汇这个 CSS3的文法 那就更好了 这样包括这个一些个 这个图形的变形 等等等等 好 汇了CSS之后呢 如果咱们想要精通 Botstrap的话 咱们最好还要会Java交本的 基本的网页编程语言 这个的话呢 就让网页和这个 咱们客户可以互动 这是一个必须 然后呢 我想想 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的话 JQuery JQuery 其实也算是这个 Java交本的技术了 如果汇到它呢 那么网页的这个 各个空间 都会将成对象来处理 而且做动画 做一些数据存取 做一些和服务期间的交互 是非常方便 这个呢 我想以后也会开一个 JQuery的学习课程 好 接下来说到这个 Botstrap的开发工具 基本的记事本就足够了 虽然基本的记事本 足够的话 但是我觉得 咱们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应该 不会这样用到 这个 一般的记事本 毕竟怎么说呢 记事本的话 起码不能高量 起码不能够做文法提示 那么我推荐大家 两个工具呢 一个是Microsoft的 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我昨天刚升完机 升完机之后发现呢 我这个Mark版本吧 不能启动 是这个版本 好像升完机之后呢 就不能启动 然后呢我把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本地删除掉 然后重新下载之后 还是不能启动 好像这个 0.1 0.10.5呢 有这个bug 我在网上去查了一下原因 好像这个官方网站 也有很多这个人提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不能用 官方的解决 官方没有解决 就是说 有网友的回答给的建议 就是说 你把这个你的系统改成英文 你把你Mark改成英文 就能启动 那么我目前 目前展示线不想做测试 等待它的buff修复 再出来一个版本 我再下载 然后呢 我再推荐大家用另外一个工具 开发网友也是非常好的 叫做Brax 这好像是 好像是Adobe出的一个免费的这个 问问机 这个也是 支持文范显示啊 高量显示 而且支持node等等等等 开发都没有问题 我现在这个 用的就是一个Brax 这个软件 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说到咱们开发的时候呢 其他的工具 其他其实就没有了 浏览器咱们大家都有嘛 一般的来说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 Chrome 然后呢 有的朋友喜欢用Firefox 哪个都可以 然后还有IE 是以上 为什么说这个 要留个充三个浏览器呢 按理说 学习一个框架 一个浏览器足够嘛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在开发一套系统 一套网页系统的时候 至少要在这三个浏览器之上 测试通过后 再正式去release 才正式的去给客户使用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真的是真正对外公开网架的话 那浏览器测试的越多越好 那其他的浏览器可能 普及量不像这个 这三个这么高 那么 咱们至少呢 要准备这三个浏览器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说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讲解计划 我录的这条视频呢 是这样计划 就是说每一个视频呢 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这次讲按钮 下次讲表格 下次讲这个网格分布等等等等 然后呢 每一个视频的讲解的这个时间 我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当然这个 这个今天是第一次视频 可能超过五分钟 我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这样呢 让大家在短时间内集中去学习 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每个视频做完之后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代码 我把代码呢 我准备放到呃 代码的代码主题上去 我一般个人的话 平时用github比较多 但是呢 可能从国内访问的时候呢 速度有时候比较慢 有时候访不到 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准备把代码放到咱们 目前国内相对比较来说 评价比较高的这个open中国上 放到开源中国上 跟大家随时的下载一下 好 今天第一次视频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